大家好 大家好 看看 现在9点24分 外面只有2点2分 冷不冷 冷死了 到家了 把那个前天做的五花肉还剩下一点 打算今天做啥呢 今天要做猪肉炖酸菜 昨天买的酸菜 先把猪肉放锅里头煸一煸煸出油了 酸菜没有油不好吃的 特别是没有猪油不好吃 这就是昨天买的酸菜 到今年12月15号就过期了 保持期不长 挺短的 酸菜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生吃的 还挺酸的 挺酸 油煸的差不多了 放了葱和生姜 刚才糖了一口酸菜太酸 我现在把酸菜用水泡了一遍 现在把酸菜倒进去炒了 盐料 盐料 看 这个就是德式用德国的酸菜做成的酸菜炖肉 我本来想放点粉汁的 我闺女说她不吃 不喜欢 她一个东北人不喜欢吃酸菜 不可以 我今天没有煮米饭 吃的是这个面条 因为天太冷了 吃点这个热乎乎的会舒服一点 我老公是不吃米饭 他也不吃面条 所以就我和我闺女 我们俩吃的 白水面条配菜嘛 好吃吗 我老公在吃酸菜 看我老公 我觉得有一点点酸 但是我老公觉得一点都不酸 看 好喜欢吃 不酸 这是东北做法呀 真的好吃 南方运渡东北菜是德国人吃 德国也有吃这个酸菜的呀 看一看这吃的 他喜欢吃 嗯嗯 我老公说德国他一般喜欢跟面条一起做 就是酸菜 要么就是也是跟猪肉 但是我们喜欢放 就是酱油 酱油的味就是改变了就是这个酸菜的酸味 德国没有酱油 但是德国有卖的酱油 人家不一定就是说 你没有的 人家不会拿这个食材做 看我老公吃的 他特性子 他说这个可好吃了 反正买了一 昨天买了三块钱 一桶是一公斤的 得分好几次吃 要不上船 免费你可以搓五分钟 免费你搓多少 待会家说不要钱 让他们过去 谁说的 人家比赛的好吗 那他不是酸菜 他是新鲜的包菜 包菜 你以为人家这个就是撒了盐的 人家里头有配方的好不好 我的面条吃完了 但是吃了感觉还像 没吃一样 你看这个酸菜没了 肉没有人吃 我老公他要吃酸菜 看我老公不肯吃肉的 我说你尝一下子 现在尝一口 还不错 因为他喜欢重口味 就是浓汤的那种 就像红烧的那种 尝了一个这个还不错 他不错就喜欢 看我家闺女今天又洗了 等会把这里头擦了 我已经给你喷上去了 有烟机没喷我够不着 对吧 一家人就要这样子 我做饭他洗锅 他挣钱养家那还房贷呢 你还了吗 看我家闺女干完活了 你看干完活不挺好的吗 感觉怎么样 为家里出一份离戏 太得心了 太爽了 跟他点晚安吧 啊 那你不让大家睡觉 陪你熬夜啊 你不让大家睡觉